台湾大學 再去哈佛博士厚研究 所以這種人材 各位那些年輕人很難找的 今天我們來聽專題的演講 我有問題我可以請教 給老規模讓大家請教一些問題 本身我現在是立法委員 剛才上下 師父上跟學術上都是很好的 我們現在是時間上 沒有 我們現在是時間來交給他 又熱烈 感謝和郭仲智 好 我們的專議長跟我們各位學長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剛才我們議長在介紹 我都不敢說 都不敢說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們議長是我的老師 人家說這個是不是高徒不知道 但一定是名師 一定要人家說名師出高徒 所以老師在說什麼 他說什麼我就只能說是是是 或是因為這樣來說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這裡跟我們大家 做這個探討 介紹的 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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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一下 認識一下 我們所謂的政府 預算的審查 我們知道說 台灣民進府 我們是希望後來 我們有機會 我們說什麼 我們要管理自己的國家 管理自己的台灣 在管理我們一個國家的時候 我們全世界現在三權分立的情形 立法院一定是一個重要的一個機構 我們知道立法院來說 我們現在看來立法院 看來立法院 其實不是 立法院的工作其實有兩大部分 一個就是法院的審查立法 另外一個就是預算的監督 立法來說 這說起來 這是我們一般人比較容易了解 我們國家需要什麼法律 這有他的聽術 但是另外一個功能就是這個預算 我們國家一年有幾條的經費 要怎麼用 要怎麼感動 這就是預算監督的重要 但是很危險的就是說 一般人來說 我們說就是說 這預算來說 大家都知道 預算是一個預算的制度 但是 預算的制度它到底是怎樣 其實 這麼多人來說 它是可能比較不容易了解 因為 從來 我們即使這麼乾itude 我們知道這個預算來說 因為它是個專業性 還說起來 它也有買到 這是主委的分配 它也是這麼政治性的看 advantage 所以我不 speaker 就是開玩笑 這個立法院美 December 這預算書是白白的一個幾百本 就都寫得很密密麻麻 這密密麻麻不是無字天書 它叫做有字天書 裡面全理 但是你親親才才拿起來 要看不知道在說什麼 說起來這是他的預算審查 他有他的特性 有他的專業性 我們知道有什麼會計的書 要算專業人員跟醫生律師一樣 都算出來 因為會計它本身來說 它有一個邏輯 有一個表達溝通的工具 我們都沒有讀這個會計來說 你不知道這預算 他說起來 預算書拿起來看 每年都沒有 只有法律跟阿拉伯數字 這大家都沒有 但是問題看起來就不知道 到底在說什麼 這裡面有什麼 我們要看 要從哪裡開始看 還是說裡面可能有什麼問題 這是一般人 說到這預算 大家是受到立法醫 大家都很容易忽略到 立法醫的醫生功能 在這個情形下來說 我們今天安排的這個庫庭 你說要用很低低的三點 很久的時間 跟大家說到很少 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要了解這個會計 制度會計的觀念來說 這由他經過基本的訓練 包括我們學校來說 我們可能要讀會計學校 要從初塊開始學習 要從初塊開始學習 初塊讀後 讀中塊 中塊後讀高塊 高塊後 不是說你會計學校 讀初塊 中塊高塊你就會實力 你可能就要學什麼 學新計學 為什麼要學新計學 因為你初塊 中塊高塊 只是在教你說 怎麼來做會計 怎麼來編制財務報表 但問題是這個財務報表 是公司編列 你一般報表的時候 你還不知道相信 你不一定會相信 所以就要說 要經過心計來 確認他的是不是隱藏性 心計確定要他 是不是就可以做財務決策 不是 因為為什麼 出來也是一樣 還有一些報表 報表也是還有一些所理 所理代表什麼意思 要看出來什麼 這就是我們說溝通的工具 溝通工具要學什麼 有財務報表分析了 要經過這麼多分年醫療 我們只要有材料 說來有效的使用這些財務資訊 這是我們先天上來說 以前有這種的犯罪 當然我們是不可能有這個時間 我們說整個 大家做出來 慢慢的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 家庭的三項金庫 我想說要跟大家做一個 簡單的 一些我們的重點和一些預算的觀念 跟一些 一般來說 食物上的審查的食物 後來的國會 有可能要做我們的議員 民意代表的時候 我們很有可能 我們不一定是會計專家 但是我們要有一個 基本的項目 還是基本的能力 去探討去了解 我們到底在說什麼 所以我現在是會說 會計現在這個來的說 不是說 它是很專業 但是它是現在現代人 生活的必要的一個條件之一 就像我們開車 古早 我學開車 我是要做手機 但是現在 你說現在我們 大家都會開車 但是我們還是要做手機 不是啊 我們開車是跟現在 現代人的生活 你不開車 你就很不方便 所以我們要去考驗車 我去考驗車 不是有時候要做手機 所以同樣的 我們來學這個議員來說 我們不是說 大家要做很方便的專業 但是最沒有來說 我們有可能 我們就說 要參與公共領域的服務的時候 我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我們要有這個領域 去探討 或是去 怎麼看 或是怎麼去注意 這就是我們今天 三點很久 我想很長時間 可以做的是這樣 第二點 要讓大家報告 剛才那個長技長給我介紹 因為是我的老師 所以對我很了解 他說得很清楚 其實我本身來說 今天來到這裡 大家想這個工具 我本身我最早的時候 其實我做兵回來 我最年輕的地方 我是在財政部服務 國稅局服務 所以也一樣接受 到後來來說 其實我是職業會計師 我回家的時候 我做要差不多 二十年 十七八年 然後再去學校教授 做那個什麼 國立 現在叫做國立 台北商業大學 就是以前 叫做台北商專 長老長期長在那裡 我可以在那裡 讀書的時候 叫做台北商專 這是國立 台北商業大學的好處 最近再來立法委員的工作 所以說我個人來說 以前如果有多少 有接觸到一些預算 不管是說在 學術上、理論上 還是說由這個 事務上來說 有接觸到 所以今天來說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 這個政府預算的審查 當然我叫做賴政昌 我們來看 第一項就是 今天來說 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報告 分做這幾項 第一項就是 可能我們做一個前沿的介紹 我們大家來了解一些 這個預算的一些關聯 一些基本的 或是一些名詞的認識 這真的我們大家都知道 都聽過 但是可能我們有需要 稍微比較精確 第二的來說 我是拿一本 因為預算書來說 那一年來說 那是整個圖案 每一個單位 行政院所屬的各單位 跟附屬機構來說 那預算書是很多 但是 很多來說 你看到那裡就不知道 要怎麼看 我是拿其中的一本 跟大家介紹一下 說 預算書大概長得什麼樣子 第三來說 我跟大家說 報告是說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預算的時候 我們需要注意 看到的一些書 我們這麼多 我們的預算書來說 我們要去注意的是什麼 再來是說 這預算的審查實務 這可能就是 立法醫來說 比較實務性的 因為我們 我剛才有報告過 這預算來說 其實它本身是很專業 是企業很專業 但是 它都勘合到 這個主委的分配 政治的角力 所以其實它又是政治性很高 所以在實務上的審查的時候 不是說 只是說 你理論上說怎麼 它還有很多 這是一部上 是政治的操作 就是說 我這個預算 我站在一個立法院 一個工作人員來講 包括立法議員 還是立法院的黨團 還是立法院的公務人員 我們在審查這預算的時候 一般大家都是怎麼來 怎麼樣子來玩 怎麼樣子來做 最好再做一個結論 如果時間 許可的話 我們再做大家一個Q&A 大家雙向勾留一下 首先我們就先來看 第一部分 前沿的部分 裡面可能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 政府預算的意義 預算的功能 財務的原則 數字會說話 資訊 預算資訊的架構 和預算有關的 這些名詞的介紹 大概來 這部分就先跟大家介紹 這幾項的內容 首先來講 這是比較簡單 但是我們也是要知道 說 政府預算的意義 當然 我們要想這個Q&A 最不想知道 他的意義 這是根據黃世新老師 他寫的 政府預算的意義是什麼 意思 一國政府 在一定期間內 為達成政治 經濟跟社會的目的 根據國家施政方針 根據國家施政方針 以國家整體資源 和國民負擔能力 為公共的基礎 所一定的 財政收支架 以及經由政治程序 所為的國家資源分配 這幾個月 他這幾個月這樣寫 是說 這是一般來說 大部分大家說 政府預算 預算是什麼 這裡面有幾個重點 我們怎麼知道 這是政府 預算來講 是一定的期間 我們知道說 中華民國萬萬歲 萬萬歲是說 我們中華民國 政府要 有十萬萬年 這樣 但是問題來說 我們要做預算 通常我們都不是說 萬萬年來講 全世界 有沒有這個萬萬年的單位 一定還是沒有 任何一個組織 一定跟我們一樣 一定會生老病死 他說 十年的 十年的店 就這麼老了 一百年就算怎麼 可以吃工具 百年老店 有沒有千年老店 我們印象中 有哪一間店開一千年 我們以前看電影 千年幽婦 千年老妖吧 像千年老妖 但現實實在沒有 所以 雖然說 這個時間 假設它是永續 就像我們人來說 我們都假設 我們的長生不老 但是問題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說 我們要做預算來說 第一個重點 就是 它一定是在一定的期間 這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說的預算是一段的期間 第二來說 它的目的是什麼 政治、經濟、社會 這三個目的 預算不是只有公司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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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手禮來表達 但是它要的目的 當然要有政治、經濟、社會 這方面的需要 所以這是預算的目的 所以我剛才有說 預算來說 其實說起來是 是加專業 但是它還有一堆 就加這個什麼 加官的政治性 就是那些政治性 社會、經濟性 經濟國家的 它的依據是什麼 根據目的是 這個 它根據什麼 施政、方針 你以前不是黑白變的 我們知道要變 以前不是想到什麼 想到什麼 我就來變 所以一定是經濟什麼 施政、方針 那根據國家的整體資源 跟國民的負擔 因為你以前你變 不是你親在閃閃的 你知道你變的話 才會說 你這些錢要怎麼開 但是你這些錢要來 這當然是要為人民 備生的負擔 所以你要考慮 就說 國家的主要有什麼 跟人民的負擔 的能力來做 估計的基礎 所一定的財政的收支計畫 所以它這是一個 包括預算通常是包括 包括收入跟支出這兩行 你預算不是說 我錢要怎麼用 稅出什麼 其實也包含了什麼 稅入 也就是說 而且這個要經過什麼 我們的預算 不是說你行政一邊出來 這預算就是什麼 還要經過什麼 立法院的立法程序 審查程序 所以它要經過什麼 政治程序 所做的什麼 國家主要的分配 其實它最後來講 就是我們政府的國家的資源分配 我想這個來講 大家真的說 了解這個 預算的意義 每一人每一人看 你大概你會了解他 你就知道 大概預算他的功能 他的意義是什麼 這樣 這是一個名詞介紹 以外來講 我們再來看 就說 預算的功 我們來看第二項 就說 這個預算這樣 它有什麼功能 為什麼每一個現代國家 每一個現代國家 每一個現代國家 國家都要有這個預算 就是說 因為 預算來講 它可以提供一些基本的功能 那 醫生的功能 這外面會找太多 但是我個人 就是 最重要的功能 大概最重要的是 有這三個 第一個 就是要強迫規劃 因為你要變預算 你沒有計位 你要怎麼變 你不知道說 你會方針在哪裡 你的施政計畫在哪裡 這預算 你怎麼變得出來 所以為了你要變預算 來講 等於說 這個預算制度 可以強迫我們來做什麼 做這個規劃的動作 所以第一個功能來講 預算可以幫助我們 強迫我們規劃 那第二個來講 第二個功能來講 就是 可以提供我們衡量績效的標準 我們知道說 我們有一天一天 包括一個國家 還有一個公司 還有一個個人 我們說 一定是要什麼 你大家都說 做得好 不好 我們的mineq政府 一直覺得 他都覺得他父很委屈 他覺得奇怪 我就這麼認真 為什麼八成都這麼不喜歡我 我不是在電視 看他在問這個問題 我就有時候說 他問這個問題 正經也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要怎麼回答他 他都覺得他很無辜 他很認真 為什麼八成都不喜歡他 因為 沒有靈 八成他做的 他說的話 我們大家都無感 他的政績大家都無感 所以他說 他說 他這就是 沒有知道 有一個有效的一個 績效的一個衡量標準 我們知道 政府在做 做什麼事 我們最好要有一個什麼 績效衡量的標準 我們知道以選來說也可以 當然衡量績效的標準也有很多種 但是我們知道以選來說 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衡量績效 因為這是一個政兵的手禮 某一項來說 政府的市政方針是誰 你的經費、以選有配合嗎 政府來說 行政委員在立法院施政報告說 我要來照顧弱勢 我們就很簡單 你說的是跟水公說 照顧弱勢是真的假的 或是跟水公要照顧而已 你說要照顧弱勢 我做立法委員就可以按你的預算書來說 你說照顧弱勢來說 你今年社會福利、照顧弱勢的支出 有沒有跟著增加 你說要照顧跟水公要照顧 你以前沒有編就要照顧 我們說沒錢不能 沒有錢是什麼 錢不是萬能 但是沒有錢是萬萬不能 你剛才說要照顧弱勢 你只用水公的 你預算不配合來說 我就可以告訴你 你這是講空話 所以我們可以說 從這一個你編的預算 我就來檢驗你的施政 是不是有配合 再來他說你要執行 好 你要去編下去 我可以來看 好 你現在我編100億 說要照顧弱勢 我可以來看你執行力多高 照顧弱勢來說 你編100億 如果用起來再用20-30億 執行力再用20-30億 這個有沒有照顧 沒有 再來算是好 不然你把錢賣掉 全部百分之百執行 我也要過來你練 你照顧弱勢的方法 你的弱勢是哪些弱勢 是正經的力士 還是國民黨的一些相關的婦女團體 或是各地的婦女會 這個選舉都你的條件 這個也叫弱勢嗎 這我們可以用這家座 這醫生來說 用這家座方法 來跟他做這個什麼 做一個很有效的衡量化 用這個來做這個衡量跡下的標準 比我只說我用水 跟自己在打水 我說你做得有好不好 是不是就更有效 你跟我講講說 你要做什麼事情 我來看你的醫生 你有做嗎 還是你的執行情形什麼 這都可以 不好意思 大家不知道 能不能容許我把外套脫一下 我覺得我們來講一下就好 張議長 我的老師說我年輕 因為他說我年輕我就想要更年輕一點 不好意思 服裝稍微有點不整齊 但是我覺得大家比較親切一條 不好意思 我沒有正式服裝 第三要說明 就是說 預算是可以有助於溝通 我們知道說 很多人來講 像我剛才講的 不是每個人用水果就知道 我們最好是怎樣 我要說你什麼 還是你要跟我說什麼 我們有一個手禮 來說 我們是不是溝通的經營就很有效 所以我們自家的來說 我會覺得 預算的功能 當然你去看這麼多 找這麼多人 怎麼會說這麼多 預算的功能 我個人認為 功能有很多 但是這三個可能是我們最主要的功能 所以這是跟我們大家介紹第二的就是 預算的功能 然後再來 我們來講這個 財務原則 為什麼要講財務原則 因為我們要看這個 預算來說 我們要有一些基本的觀念 基本的觀念 這麼多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 理財的財務的原則 我們知道說 我們理財可以分個人理財跟公共理財 個人理財就包括我們個人 我們自己或是說我們的公司 我們的家庭 這個都是我們叫做什麼 叫做個人理財 個人理財有一個特色就是怎麼樣 你怎麼盈虧都要自負 你公司探錢了解是你公司 你股東自己要負擔 你個人來說你家庭 你錢怎麼開 你收支能不能平衡 那是你自己要承擔 這個怎麼樣 他的理財的結果都是跟個人有關 但是另外一項就叫做什麼 公共理財 公共理財最大的 包括我們政府的預算 預算 這也是公共理財 包括我們很多 有這個所謂的這個什麼 社團 基金會 或是廟室 現在我們很多 這些 這些的話 因為怎麼樣 這都是 這也是 要不要跟錢有沒有關 有關 但是這些錢是誰的錢 不是我們個人的錢 不是我們公司的錢 不是家庭的錢 這都是公共的財 公共理財的話 它有一個特色 就怎麼樣 這錢 擁有好 謝謝 好不好 還是說 它最後結果是怎麼樣 是由公共來生產 我們來政府錢 賀不開 以前賀不用 用料 有夠不夠 這當然 這是怎麼樣 這就是我們八成 大家要來分担 大家來承擔 所以這是一個個人 一般財務來說 個人理財 這兩大類 這兩大類 這兩大類來說 它的基本原則 是不一樣的 我們來看 個人理財來說 一定是要服用的是什麼原則 一定要量入為初 公共理財的話 就是要量出為初 為什麼 什麼叫做量入為初 我個人 還是家庭來說 我賺一百塊 我最好是怎樣 我最好是花八十塊 對不對 就剩一些 最多最多 我可以說 我賺一百塊 我最多是怎樣 花到一百塊 我就說 我就量入為初 我收入多少 我最多可以花多少 我真的說 我賺一百塊 我特別都花一百二十五塊 可不可以 不可以 為什麼 因為 我賺一百塊 特別都花一百二十五塊 我一定會不服 我一定會 會刺字 會破散 如果說 我們的朋友 有人是這種 每個人都賺一百塊 都花一百五塊 要花一百五塊 這種人要怎麼辦 我們跟他 離他遠一點 為什麼 一雜班來說 一定給我們救急 救急一定會躲我們的小 對不對 那如果不想被他搗帳 最好是什麼 離他遠一點 所以說 個人理財來說 有一個最重要的理財原則 就是要什麼 量入為出 你賺多少錢 你最多只能用多少 你不能夠說 用超過去 對吧 但是公共理財呢 公共理財來說 它的理財原則就是 量出為入 量出為入是什麼意思 量出為入來說 就是說 它不是工理 你的支出不是工理 就是你的收入多少 而是什麼樣子 而是你的支出 是不是有必要性 只要你的支出 是有必要的話 你不能夠說 用你沒有錢來做借口說 那我就不花 這幾個幾個例子 就是說 政府不可以說 我們現在財情困難 我們沒有錢了 我們這幾個例子 今年是 一百 凶三人 差不多 民國九十五年 出 沒有 九十七年出息的孩子 今年要讀小學 對不對 我們可不可以講講說 我們政府沒錢了 那我們沒有錢都花 那我們國民義務教育 這個錢我們就不要花 那民國九十七年 出生的小孩子 今年就不要讓他去念小學 可不可以 不行 因為為什麼 你小孩來說 你沒有要託小孩來說 應該六歲要託小孩 你說沒有錢 不讓他去 後來這年小孩要怎麼樣 我們的國民素質 一定會降低 這錢一定要花 你不能說你沒有錢 就說小孩不要託小孩 還是說我們一個經濟 我們這個國所公路 因為如果這個國所公路 我們沒有開下去 我們的經濟一定會 發展受影響 我們都沒有說 沒有錢 我們這個路不要開 也不可以 所以說 這個公共理財來說 他不受你的收入的多少來喊 而是說怎麼樣 而是要用什麼 用你的支出是不是有必要性 那這個支出 各位學長 大家不知道 老師你這樣說 政府實在 理財很好 都不用考慮你多少錢 反正都 要不要花 如果要花的話 都不用去 不是這樣 因為他這就是說 公共理財不是說 不是收你的收入來喊責 而是要受到什麼 你要從你的支出的必要性 合法性去控制 所以說我們目前來說 我們的制度設計就是 我們的支出來講 一定就是要經過什麼 預算的規範 你沒有編預算 你可以直接開離 所以你任何政府任何的錢 你沒有預算 你不可以用你 這是預算法的規定 預算來說 不是你自己 如果預算我自己購買 不是 預算的話就要經過什麼 就是立法的監督 所以為什麼 我們的預算 一定要經過立法院的審議 才算是法定預算 一定要經過立法監督 立法院就是 代表人民要去監督 再來就是執行來講 就是由審計單位 你執行的結果 事前由預算跟立法監督 事後由審計單位 來做結算監督 所以在這個制度上設計 我們的支出來說 是要控制它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合法是必要 如果說這個支出是必要的話 你至於政府有錢沒有錢 那個是什麼樣 那個是另外一回事 為什麼要說理財 它的原則是這樣 因為政府的理財跟我們個人的理財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收入的怎麼樣 我們每一個人的收支 一定是要你自己的能力 你自己去打拼 你自己去繞錢 那我們沒有那個公權力 家的就是怎麼樣 你去偷去唱 對不對 你去偷去搶的話 我沒有錢 我一定要開 我就去偷去唱 但是問題 你去偷去唱就怎麼樣 你可能就犯罪 就要被法律的制裁 但是政府呢 政府來說 他跟個人不一樣 他的收入來說 他有這麼多權利 他什麼權利 第一個 他有課稅權 他怎麼樣子 他只要是說 他有必要的支出 他沒有錢來說 他可以透過租稅來說 用每一個老百姓 每一個國民來徵稅 所以徵稅來講 他只要說 徵稅把我們的錢拿走了以後 講義實在 他有沒有犯法 沒有犯法 只要合法的話 你要來講 我們知道說 大家要請教大家一下 我們知道 我們中國民國憲法 175條 裡面都規範人民的權利 人民有言論自由 什麼什麼 自有一大堆 我們的憲法規定 人民的義務幾條 有幾條 當兵 我們總共規範人民的義務 只有三條 憲法十幾條 人民有違法力納稅之義務 憲法二十條 人民有違法胡兵義之義務 憲法二十一條 人民有違法力 受國民教育之權利義務 所以 受國民教育 最多只算義務算半條 一般來說 大部分還把受教育當成權利 還不是義務 所以真正在憲法裡面 規定人民的義務 只有幾條 只有兩條 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很好 我們很好 170幾條來說 都是規範我們的義務 只有兩條 纳稅跟胡兵義務 這兩個義務 好不好 很好 你要知道這兩條 嚴不嚴重 如果說把它 用白話來說 一個是什麼 要你納稅 一個是要錢 一個是要命 對不對 要你納稅 一個要你胡拼 一個是要錢 一個要命 那為什麼要把納稅 層次拉到憲法的層次 因為 有沒有人說 我以繳稅為榮 除了很少數人 大部分人 大家都是這樣 沒有人喜歡繳稅 但是淨戶 他就是要有這個權利 所以他有這個權利 他的支出來講 他的收入怎麼樣 有沒有問題 我們個人說我錢不夠用 我去偷去搶 我告訴你 這個我被抓到 我要被槍斃 要被判刑 要怎麼樣 政府來講 他給我們課稅 把我們的錢拿走 他有沒有什麼責任 沒有啊 很合法的 除了說租稅錢以外 另外還有一個什麼權 中央銀行誰開的 政府開的啊 我們的鈔票都誰印的 政府印的 所以說是這樣 他如果沒有錢的話 他可不可以 他可不可以印一些鈔票 中央銀行印出來的鈔票 講一下都一樣 他要買東西 要買東西 所以他有這兩個權利來講 所以他可以是什麼 量出為入 就是說 他的收入來講 怎麼取得這個金錢 是另外一回數 但是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知道說 政府因為有這種的管理來講 我們沒有辦法 從稅路面來控制 但是我們要從什麼 稅出面 就是從支出界方便來控制 控制來講 就是要透過什麼 透過預算 你不是政府 收到 你一定要有預算 你才可以用 第二個來講 就是要有什麼樣子 要有立法監督啊 你的預算要經過立法程序 才能夠算是法定預算 所以說 在這個租稅原則之下 我們知道說 這個公共理財是 量出為入的情形之下 所以我們要了解就是 有這個預算的功能跟 預算的制度 有這樣 再來 再來 我做一個 我們不是都說 這個 數字會說話 這幾位不是聽到嗎 數字會說話 數字怎麼說話 好 Я неудay 我能夠說台灣 對 我可以跟你說 花記 說英文 說來 wir sab 那你應該跟我說一 useful 這 jump 不 但我們不希望聽到 數字會說話 數字怎麼做 数字會說話 數字會說話 好 我們回來看數字怎麼說話 我問你 一百七十七十 我如果說給你這個數字 我問說這什麼意思 大家說沒有意思 這阿拉伯數字而已 是不是 對不對 這只是阿拉伯數字 這有沒有什麼意思 沒有 絕對沒有人會知道說 這個 這是那個什麼 大家樂透的名牌 大家要怎麼說 但是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只是阿拉伯數字 但是我如果說 再把它加上一個什麼 一百七十公分 七十公斤 我問你說這個什麼意思 是不是很多人都會跟我講 可能我是不是要跟你講 一個人的身高體重 對不對 一個人的體型嘛 這個如果說一百七十公分 七十公斤 這個如果說我們大家都同意 可能我們現在要講的是 一個人的外型的話 我問你說 你沒有見過這個人 今天如果說我一個 我一個學生 一個女學生 老師很好 我要幫他介紹男朋友 但是這個男朋友 他沒有見過 我就 我要不要稍微給他描述一下 女孩子會不會想關心說 這個男生大概長得怎麼樣 我說 我跟他講說他很英俊 很身材很好 怎麼樣 這都很抽象 對不對 我是不是給他一個數字 一百七十公分七十公斤 他沒有見過這個人 但是如果說 以我們東方的男性來講 大家腦海會浮現出來 這個人 你沒有看過他 但是你會認為說 他大概長得怎麼樣 是不是差不多中等身材 也不會說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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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會很高 一個東方的男性 如果說年輕人 這樣子應該算是 中等身材 對不對 你沒有看過 但是你腦海會 大概你的判斷 你不會跟我說 看到說一百七十公分九十公分 你說這是矮矮胖胖 或高高瘦瘦 應該不會吧 大概你會想說 這長得是中等身材 但是如果說 我把這個數字 我跟他講講說 不是這個人是長得 一百八十公分五十公斤 你想想看 我這個學生 他腦海會浮現什麼影像 高高瘦瘦 搞不好是像竹竿一樣 對不對 會不會 這個如果說 我給他講的是 給他的數字是 一百六十公分八十公斤 那可能想起來就矮矮胖胖 那你看 同樣的數字 同樣都是數字 但是 你做不同的呈現的時候 你沒有看過這個人 你大概你腦海裡面呈現的圖樣 大概就是八九不離十四這樣子 這個 為什麼我們要舉這個例子 我們就講說 這個 介紹男朋友 這個只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這個無關緊要 這無關緊要說起來 也沒有人 沒有人會只有因為 老師跟他講說 這個男生的 的體型是什麼 就做決定 大概也還要再進一步的什麼 去最少要吃個飯看個電影 或者是交訪個三五個月 才知道說 他的修法 還是說他的教育背景 他的學生 他的家庭 應該是都這樣 這是說如果說介紹男朋友 女朋友一定是這樣 但是 如果說是對一個公司 或者是對一個國家 我們一般的人 我們有沒有參與公司的經營 沒有 我們對於國家的經費的應用 我們有沒有參與 沒有 但是我們要怎麼去監督他 我們要怎麼知道說 他做得好不好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一些 你告訴我一些數字 我從這些數字裡面 去判斷說你的經營績效是怎麼樣 這就是說怎麼樣 數字會說話 而且數字說話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 非常有用 今天來講 這個 這個我有看過一篇報導講說 男生跟女生不一樣的地方 你如果說問路 你開車去一個沒有食材的地方 你要問路來講 你如果問一個男生 他可能會跟你講 前面過去50公尺右轉 看到100公尺左轉 他會跟你講的是比較具象 你如果去問一個小姐 問一個小姐說 這路怎麼走 往前面一點點左轉 再往前面一點點再右轉 男生比較會跟你講具體的數字 女生來講大概會說 頭上一段還是又走一段 你說 對不同的人來講 又走一段還是又走一段 這個是不是每個人都不一樣 有的人來講 你說坐200公尺他也走一段 有的人說 坐20公尺 一段就是20公尺這樣 這個是不是說會不一樣 但是如果說我們能夠說 讓我們都是透過數字來表達 數字就可以讓我們更具體的了解 我們要知道預算來講 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的這整個的數字講話 就是我們用這個例子 所以預算來講 在我們要來監督政府 要來了解政府 我們沒有去參與政府的執行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數字 你不是跟我講講說 你做得多好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而是說 你具體的告訴我 你做了什麼事 你的執行力多少 你的達成力多少 你創造的就業機會多少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們聊說了 那接著我們來看說 這個預算的資訊的架構 我們知道我們一直在說 這個預算來講 預算是很重要 預算的資訊可以幫助我們 甚至幫助我們這一個怎麼樣子 我們一般老百姓 我們人民來講 我們透過預算的資訊 有它的功能存在對不對 那預算的話 我們老百姓 我們沒有辦法每個都參與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待遇制度 我們透過立法院 立法委員幫我們 那立法委員來講 他在這整個的 預算的資訊裡面 他有哪幾個地方 那你一定要知道 整個預算 他的資訊架構是在 你是要在哪一部分 你要負責任 你要哪一部分有貢獻的地方 你一定要知道 不然來說 你做一個立法委員 你不知道說你在審查 這個也不是開玩笑 我會加這個立法委員來講 他審查預算 他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審查預算 事實上說起來 我們新的預算 整個預算的過程裡面 他的一個階段來講 你是要扮演的是 在哪一角落的預算 我們知道 預算的資訊的架構 大概不外乎就是說什麼 編制審查溝通跟 預算的目的 我們知道 政府養了那麼多的立法委員 各行政單位來講 有那麼多的主計人員 大家都在做這個數字來講 不是玩數字遊戲 你這個目的一定什麼 預算的最後目的一定要什麼 對人民有交代嘛 對不對 這不是預算的目的 不是說大家 我們編了很多表 很多預算書來講 像我辦公室當年的預算書拿來 那是王車的 我看公有都是用那個推車 撒開車來 如果說只是 你只是要編出來那個表的話 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 意義是這種 你的目的是資訊 要能夠說 讓對人民能夠說明 能夠交代 這就是 但是你要達到這個目的來講 一定有它的程序 第一個你的預算的編制 預算編制是由誰來編 行政單位 我們不管是各單位 還是附屬單位 還是基金單位 各種的單位來講 他們都有相關的主計會計人員 幾年的工作就是在 編預算跟編結算 跟控制結算 那麼多的主計人員 都在做這個工作 所以這個是編制預算 這個編制預算來講 目前來講 各單位他們有一定的規範 有法律的要求 他們什麼時間該做什麼 什麼時間該做什麼 這都有一定的規範 這個 講解是 我們 可能要講也可以 但問題是這個講下去 這可能 不是我們今天 三個小時講得完 而且 這跟我們來說 可能 聽後來我們自己 還是要去 對這個有興趣 去找主計人員 去單位去做主計人員 他們就會幾天做這個工作 如果以後有機會 到那個主計單位上課 我再來跟他們講這些 我們要看 編好了以後 這是由行政單位編制了以後 編制完以後 我們剛才有說過 預算是政府的權利 不是你編完就算了 要怎麼樣 要經過審查 那審查的話 這個是什麼 你要來確定說 你編的有沒有合法 我剛才有說過 你預算的編制 不是你想怎麼編 它有很多的 很多的預算法 有很多的法律規定 你要怎麼編 什麼時候編 要怎麼編 哪種編法 不能夠超過多少 不能低多少 第一個我們要說 你編的是不是合法 第二個來講 我們要審查說 那你編的是不是實在 有沒有合理 有沒有這個 你要進行審查 那這個審查就是誰來審查 理論上是 被審有權利來監督 但是百姓有沒有可能 每一個人去監督 沒有 所以就是透過什麼 透過立法院立法委員 就要做這個事 那透過這個事情的話 你去審查的話 如果說各位以後 如果有機會 我們有可能當議員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 這個就是我們的工作 你要去檢視 他們所編制的預算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合法 這些東西 要做審查的工作 那你經過審查了以後 經過立法院審查通過 代表說行政單位編的預算 最少是有經過代表人民的 看過的比較合理 那再來呢 那不是只有 有些東西的話 還是你這個預算 我們知道說 預算不是只有這數 它其實背後代表的地方 政府的施政嘛 所以它可能就是 根據施政方針 根據很多的 你的施政來說 這裡政治啊 那你需要什麼 需要溝通嘛 溝通誰來溝通 人民理論上 應該是要跟人民說明白 但問題也不可能做到 所以也是由立法院來溝通 所以立法院有要求什麼 預算來講 這個行政院長跟部會所長 要來做什麼 預算的報告 然後他們有義務要做報告 那立法委員有什麼 有權力要做什麼 做質詢啊 透過報告跟質詢來講 就可以把很多數字裡面 所有的問題 或者是有什麼地方問題 可以再加以溝通啊 那經過了編制審查 溝通了以後 那這樣子才可以達到什麼 我們預算的目的就是說 讓人民之間取得人民的 要不然來講 你錢賣不開 你隨便邊一邊 然後要叫我 叫我來繳稅 這個人民可不可以接受 當然就不可以接受啊 我們今年來講 今年的預算在那個 就上個這個會期 剛開始行政院長來立法院報告 他說什麼 要提 今年提出一個什麼 健全財政方案 健全財政方案 就是說我們以前台灣來說 我們太多 我們台灣太多就是說 可能選舉啊 或各種就是一直舉債一直舉債 我們現在已經舉債 我們的剩下 我們的舉債上限只有剩下三千多億啊 我們有一個健全財 以後我們就要不再增加債務 而是要什麼 要加稅 對不對 要加稅 所以他們認為說 但加稅來說 蔡進博根據這個健全財政 所以財政部就有 在這個會期裡面 他們提出很多的加稅的方案 比如說像什麼 把金融業的營業稅 從2%增加為5% 並增加3% 那把這個兩稅合一 減半 這個總統可以增加稅收估計起來 450億 這個加稅的話 這個是 過了喔 那天我才跟財政部長 我就說 這個部長啊 你要加稅 這個 加稅基本上來講 我個人認為說 加稅是比舉債還好啊 我們是跟你說 但是 有一個前提啊 你不能夠只有講說 你要建前財政方案 只是要加稅 但是我們要所謂的建前來講 你除了說 透過加稅少舉債以外 但是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什麼樣 你要把你的支出是不是合理性 必要性 你要檢討啊 不然你說 你政府的錢 黑白開開開開的 沒錢說 沒錢了 我們要破產 我們就來加稅好不好 這當然是不好的啊 所以 我後來就 他那些什麼 我就給他提一個附帶結議 就說 那你要6個月裡面 你要把你的減稅方案 不是啊 加稅以後 你要實施之前 你要把你的那個什麼 稅出的支出來說要進行檢討 你的支出能不能 能不能減少多少 你稅收增加四百五十元 不是四百五十元 你拿來就要再開掉了 這樣說得知道 那加稅有沒有意義 你加稅就要說 我現在給 讓人民多繳了四百五十億 但是我這個錢 可能是把我們以前的債務 把它還掉 你不知道有意義嗎 你如果說只是 加稅來後 黑白又開掉 那把人民當提款機 這個對不對 對不對 這一定是不對 所以這點意思說 一定的愛 能夠說 之 預算來講 就透過這個整個程序 能夠說 幫助我們達到我們的 預算的目的啊 好 那我們在最後 再跟大家介紹 那我們要 講下面的內容之前 我們有幾個 預算的一些名詞 預算的名詞 很多但是 可能有幾個 一般我們都聽過 但是可能比較 要有的時候也 聽過 甚至有的都還不是很清楚 好 我們選幾個比較重要的 跟大家再做一個報告 好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預算來講 我們時常在媒體上 在報紙上看到 我們又跟預算有什麼 概算啊 預算案啊 法定預算 分配預算 這個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講 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應該 概算預算 又法定預算 分配預算 不是都是預算 對這些都是預算沒有錯 但是他們中間還是有一些區別啊 這些區別不是我說的 這是我們的預算法 預算法第二條 它就有對這個名詞做一些定義啊 第一個就是說 概算來講 就是各主管器官 依其施症荒症 初步估計是收支 稱為概算啊 那任何的預算 一定是從概算開始啊 概算就是什麼 你這個剛才是初步的出估 從這種來講就是什麼 叫做概算 我舉個例子 我幾個例子 大家報告就說 像我們以前 我在當校長的時候 學校每一年不是都會辦這些什麼 招生考試嗎 對不對 招生考試來講 我們 你招生考試 有沒有收入 有啊 你要給考生收報名會啊 對不對 你有收入 招生要不要支出 要啊 你要給老師命題 要給他命題會 那要監考老師要監考會 然後場地要可能 我們學校不夠 要給別人借教室 要付那個教室的租金什麼 我們有很多的支出 有很多的收入 但是 你這個招生是沒有 但是 你在辦招生之前的話 你要不要先對這個財務做一個估計 那我們就要先編一個什麼 編一個概算 為什麼叫做概算 因為我現在只是先編 但是我們知道說 你這一個學生會來報名 還沒有報名之前 我知不知道說 我的報名人數 正確的人數有多少 不知道 我只能夠說怎麼樣子 我只能夠說 以前我這種 這一個考試 大概都有多少人來報名 我大概就是說 把它估計說 以前有1000個人來報名 我今年 我也按照1000個人 什麼 先來編制一個什麼 一個概算 那這種的話 只是說 還沒有經過證實 只是初步的一個估計的收支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要概算 那概算完了以後 編了以後 好 那我們招生委員會議通過 好 那這樣子你收支平衡夠用了 那我們就來辦這個考試 那考試辦了以後 學生來報名的 本來我估計說1000個 實際來報名是1200個 那怎麼樣 這1200個已經是什麼 確定來報名 那所以我的收入是不是跟1000 那我就概算完了 如果等那個金額或者是數據 如果更精確的以後 我就編什麼 再編一份叫做什麼 預算 那這個預算編好了以後 還要經過什麼 當然學校的話 學校的這種很小的考試 不用到什麼立法院 但是我們學校也有一個什麼 招生事務委員會啊 要經過那個委員會 他去合可 那合可了以後才可什麼 才來執行 那執行了以後 我們就根據這個 這個預算 我們就執行這個考試 考試完了以後怎麼樣 總是要算 我們真的實際上收支的狀況 我們再編一個什麼 叫做結算 所以任何的話 它的概算 預算 結算 就是這樣的觀念 那我們說 只是初步的估計所編的表 我們叫做概算 那概算的話 我們經過再進一步 我們就變成預算 但是預算又分怎麼樣 預算你行政單位編好 還沒有經過立法程序的話 我們把它叫做什麼 預算案 因為這個還沒有 這個是你行政 比如行政單位 教育部啊 內政部啊 每個單位他們都編他們的 比如說現在是103年 明年就104年 現在可能最近要送來給立法院的就是什麼 104年的什麼 預算案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預算案 這個還沒有經過立法程序 那預算案到立法院以後 立法院就要進行審查 那我們經過審查了以後 那如果說立法院通過了以後 就叫做什麼 法定預算 那法定預算就有法律的效果 那個法定預算的話 各機關就可以根據這個法定 因為他有經過立法程序 有合法的性質 他就可以去什麼 去執行 甚至也可以去課稅 也可以去舉債 什麼都可以啊 這個就是法定預算 那法定預算裡面來講 我們知道說立法院來講 他的對預算的審查他是對機關 可能比如說對內政部 對教育部 就是我就審查你這個 這個單位你的預算有多少 但是我們知道說 教育部是不是只有教育部一個單位啊 教育部下面有那麼多學校 有那麼多的 有高教師 技職師 國教師 很那麼多單位 那這個單位來講 立法院沒有辦法去 不會去控制到他們裡面每一個 每一個單位 比如說中小學 那我可以去控制到這些 那這個 教育部來講 他這個經過立法院的法定預算 在這個範圍裡面 他們再去進行分配啊 教育部根據比如說立法院 通過他們的 有兩千億的這個法定預算 那這兩千億 他要分配給哪些單位 或者是怎麼用 他就是根據這個去做實施計畫 那這種的話就叫什麼 分配預算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分配預算通常是指的 是指單位內他們之間的是怎麼預算啊 所以這些是我們比較重要的幾個名字 這個是我們的 我們的預算法民文規定的定義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接著 還有一個名字很重要的是說 基金啦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的 都是講什麼 講什麼 教育部 內政部 這些都是什麼 公務單位啊 但事實上來講 我們知道說 我們的政府的經費 我們的預算 不是只有這些行政單位 還有很多的部分是什麼 這些基金預算啊 那基金的話 其實基金 我們的政府有各種的基金 這個有沒有錢 這個很多錢也是跟我們人民有關 所以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包括基金的部分 除了公務預算以外 我們基金預算我們也要審查 那基金的話 基金根據我們預算 它可以分成 基金可以分成普通基金跟特種基金 這兩種啊 那普通基金 普通基金跟特種基金 它們的意義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是基金 基金是指說 你用途 以定用途之現金 不管是已收到 或者是未收到的這些什麼 現金或其他資產 這個都是什麼 都是基金啊 這個我們知道說 我們政府其實還有很多的這些基金 而且這些基金的規模 有的都不小啊 比如說像我們發展的 航太發展基金 那個都上千億的基金 那你知道說 我們有很多 像我們這裡的龜三鄉啊 龜三鄉的一年的預算有多少 大概搞不好還這幾十億而已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基金來講 有時候它的規模它的支出 可能都比我們正常的行政單位 都還大很多 那所以我們基金是指的是說 一般它一定用途或者是 最重要的就是說 它的用途 你這個錢就有特定目的的 這種的現金或其他資產 這個就叫什麼 就叫基金啊 那基金除了現金以外 你用什麼 其他資產也可以用 用這個 比如說像 教育部 下面也有一個什麼 協產基金 你知道說 教育部的協產基金 教育部的協產基金很有錢啊 不是啊 它不是很有錢 它很有什麼 很有土地啊 它教育部以前日據時代 加一個日本的土地 到後來不曉得給誰 就給很 我們家子人會想說 沒有了 教育是誰 那就歸給教育部 有的人死掉以後 他可能沒有下一代 他就想 不然就給誰 來教育小孩 所以給誰 就給教育部 教育部全部都拿到哪裡 有個協產基金 協產基金來以後 它現金沒有很多 但是它的什麼 它的土地很多 所以包括現金以外 包括其他的資產 也都是可以那個 那基金我們知道說 它的重點就是 以定用途 那它的種類來講 可以分為 普通基金跟特種基金啊 那普通資金的話 就是指的是 一般用途 它用途以定 但是它的用途 沒有特定的是說 這一個這些 這些的話就是什麼 普通基金啊 那另外一種叫什麼 特種基金啊 特種基金指的是指說 它針對特殊用途的基金 叫特種基金 那我們在法律上來講 我們可以有 這六類的特種基金啊 第一個就是什麼 營業基金啊 營業基金這個是最常見的 比如像我們的國營事業啦 這些都是什麼 營業基金 那營業基金來講 他們是什麼 他們就是說 透過營業來講 他們會有盈虧有什麼 像我們的以前的公賣局 現在就有什麼 營酒公司有沒有 現在很多的這些的話 它本身來講也是 但是它賺的錢 它自己有產生收入 那支出以後有盈虧的 那當然盈虧要不要怎麼上交 那是另外一個華麗問題 那像這種都是什麼 有營業的叫什麼 營業基金啊 那第二個是什麼 債務基金啊 債務基金的預算 債務基金指的是說什麼 我們可能 我們有一段時間來講 像以前我們蓋高速公路 我們沒有錢 我們借錢對不對 那高速公路我們 我們高速公路收的那個通行會 收不是收了就把它用掉啊 我們這個高速公路到時候要還錢啊 那我們就把這個錢一直存下來 為什麼為了要藏債的 這個叫什麼 債務基金啊 那信託基金的話 就是我們有一些資產來講 我們就是把它信託出去 因為我們政府來講 有很多地方也不是說 所有的管理都是自己政府要的 因為這樣政府的可能會 所以說他們也會把某一些業務 或者是資產信託出去 那這種就成立所謂的信託基金啊 好 那現在我們這些信託基金 但是現在我們這些拿鏡頭 那利息也會給我們嗎 利息給誰 我們現在要信託啊 怎麼樣 那利息給我們 那利息給我們 那是看 沒有我們現在是在講的是講 政府的財產是信託給一些特定的管理人 那跟我們自己 那跟我們自己 我把我的財產信託 像我去當立法委 我當校長我當立法委 要申報財產對不對 那我要申報財產 你看我有些資產的話 財產我就把它信託出去 我信託給銀行 那個銀行 那就是看 每個銀行跟我之間簽約的狀況 我自己可以去比較說 哪一家給我的信託條件 除了利息以外 也有可能它是給我其他的收益 那個是我們個人 就是我們個人自己去比較 那我們現在講的這個信託基金 是指政府把它的財產信託給一個單位啊 那這個是我們有一個 它的信託基金管理作業要點裡面會有規範 那個跟 可能我在想 你問的可能跟這個不一樣 不一樣 那第四個就是作業基金啦 作業基金跟營業基金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是說什麼 營業基金是本身它有計算盈虧盈餘的 這種是營業基金 但是作業基金比如說像什麼 像各個學校啊 像國立大學的像我們學校的話 它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非營業的作業基金啦 學校來講像 像學校的話 我們學校我們的預算要不要立法院審查 也要審查 但是它要怎麼審查 把我們歸到哪裡 我們學校不是公務單位 所以它不是跟內政部教育部這樣的審查 但是它要不要審查 它要審查 它就是把我們列在哪裡 我們作業基金 因為怎麼樣 學校來講 尤其是現在目前是國立大學是有校務基金 現在要推到國立的高中也要有校務 校務基金是什麼 你學校的話 你給學生收學費 或者說報名會收什麼費用對不對 那政府再給你一部分的補助 那你自己 你的錢 你自己要在你這個校務基金裡面去應用 但是這個讓你應用 並不是說讓你校長自己隨便用 你的這個校務基金的話 也是要經過立法院審查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屬於作業基金 那特別收入基金的話 那個就像我們 我們那個 像剛才講 比如說我們蓋高速公路 我們沒有錢的話 我們可以是什麼 借錢有沒有舉債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藏在基金 另外有一種是說什麼 那沒關係 那我就 我不是給你借錢 但是我可以讓你來成立什麼 我這個以後我收的過路費 我成立一個什麼 特別收入 我這個收入來講就是有限定特別的用途 這種的話就是什麼 特別收入基金這樣子 那第六種是資本計畫基金 比如說我們要 一個什麼 我們要蓋一個水庫 或是一些經濟建設 我們一個資本 那個都不是年度性 不是經常性 可能是一個資本計畫 那我們也可以來成立一個什麼 這個資本計畫基金 或者比如說像我們要蓋高鐵對不對 高鐵我們現在是用VOT的 當時如果說不是用VOT的話 政府自己蓋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問題是政府有沒有 蓋一個高鐵要好幾千億啊 你年度中有沒有辦法擠出那麼多錢 沒有 那我們就成立一個什麼 資本計畫 然後我們就成立這個基金 所以我們的基金的話 可以分為普通基金跟特種基金 然後特種基金的話 大概法律上來講 它規定的就是有這六類的基金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接著來看到 是不是我們預算的 這個能不能跳回去上一頁一下 再上一頁 OK 我們那個基金總類完了 我們再接著來看一下就是 預算的總類啦 好 我們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了解以後 那我們來看預算的總類 好 預算的總類的話 大概是可以分為 我們預算法第十六條裡面 規定我們的預算總類 有下列這幾種預算總類啊 一個是什麼 這個總預算啊 還有單位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 還有分預算 最重要的一個分類來講 大概就是分成這四類的預算 那什麼是總預算 什麼是單位預算呢 我們來看 總預算指的是指政府全部所編的預算 這個每一年來講 這個行政院都要編一個 我們政府的總預算 給立法院啦 那這個總預算 就是我們整個行政院 包括行政院本身 還有他下屬的各部會 還有各相關的這些全部的 那我們知道這個總預算 我們可以了解什麼 我們整個國家政府的預算規模 總預算的一個最大的一個功能就是說 就是說你透過這個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說 我們國家的一個預算規模有多少 我們現在一個國家一年 大概我們的經濟規模有多少 然後這個規模之下 你就可以來怎麼樣子 來分配到國民的負擔多少 那怎麼樣 這個現在我們一年的預算 是差不多有四兆啊 細條啊 我記得民國67年 民國67年 那一年是我學校畢業 我去當兵那一年啊 我印象整個 那一年的話 我們那一年 我們整個國家的一年的總預算 是說 1700億啊 1700億 那時候來講 我們台灣整個人口 是號稱什麼 1700萬啊 這樣有沒有什麼意義 這個1700億來講 1700萬的人口 你如果說把1700萬 除以1700萬的話 是不是每個人 剛好一個人 是不是剛好1萬塊 對不對 1700億 你去除以1700萬 剛好一個人 就負擔1萬塊 那我們可以想說 那一個人負擔1萬塊 但是大家要注意 這個 我們這負擔大不大 以現在看起來好像1萬塊沒有很多 對不對 但是要知道 我剛才講的是民國67年喔 民國67年的話 這個1萬塊是滿大的數字啊 我記得我那時候當義官的時候 一個月的薪水才2400塊 2400塊 那時候我還覺得 我還算是高所得者 因為怎麼樣 我們那時候 新進的二兵 一個月才多少 才800塊 當兵啦 那當然是 那在外面民間的 也是大概 一般大學畢業 也不過是8000到1萬塊的薪水這樣 那等於是 我們那時候來講 是說一個人來講 是差不多是什麼 你有差不多 當然不要以當兵的薪水 那個來講 那是不合理 以一般外面大學畢業來講 差不多1萬塊的話 等於說 你一個人來講 差不多有一個月的薪水 要交給政府啊 政府他不管透過什麼方式 所以說 我們從總預算來講 我們就可以來了解一下說 那這個政府的預算 它的規模是怎麼樣 那我們就可以再進一步來看 那這個規模 對人民的負擔大或小 或合不合理這樣子 那甚至來講 你如果說 透過這個總預算 剛才那個例子 如果再往下講的話 如果說1700億 1700萬一個人負擔1萬 如果那時候平行起來一個人1萬塊 那政府是不是說 好那既然一個人1萬 公平的話 是不是一個人就繳1萬塊就好 也不用國稅級 也不用財政部 就這樣說一說 如果說一個人繳1萬塊的話 有的人會很高興啊 比如說像王先生他們會很高興啊 王永慶他們就叫我繳1萬塊 他一定不只這個啊 但是對一般人呢 可能1萬塊就是負擔很大啊 如果我一個家庭裡面有 剛才講的1700萬是大大小小喔 如果我是對夫妻兩個小孩 四口之家有兩大兩小 要一個納稅單位 一戶要繳4萬塊 多不多 可能就很多喔 那同樣的 我們可以用這個觀念來看 我們現在的年度的總預算是 比如說4兆的話 那我們現在的規模 或我們的課稅方式合不合理 有很多就是說 所以我們這個了解總預算 它的功能是這樣 那總預算來講 它是整個政府的全部預算 那政府再往下的話 它就是說怎麼樣 有單位預算啊 那單位預算裡面 它其實是包含的兩個 一個叫做什麼 公務單位一個是特種基金啊 那這個特種基金 跟剛才的特種基金是不一樣 這個是在講的是講我們預算的那個 公務單位是指機關單位所編的預算 這個比如說像 剛才是講行政院是編一個 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總預算對不對 是行政院我們不是只有一個單位 行政院下面有什麼 有內政部有外交部有國防部 那每一個單位它再編一個 那個就叫什麼 公務單位的什麼 公務單位的什麼 單位預算啊 然後呢 我們的單位預算除了指這些 比如說教育部啊 外交部啊 國防部這些我們比較容易 但是其實還包含的是什麼 特種基金啊 特種基金也算是什麼 單位預算啊 那這個特種基金是指全部編入之預算 全部都要編入的這種的話就是什麼 屬於特單位預算 那另外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單位預算下面還有什麼 它還有附屬單位啊 像我們知道說 像這個文化部 教育部 教育部是一個單位預算 但是教育部下面還有什麼 還有很多單位比如說像雇工 雇工來講 他就是一個什麼 教育部下面的一個什麼 一個附屬單位 那雇工的預算多不多 雇工本身的預算也不多 雇工的在下面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一個是雇工他們的一個消費 他們現在雇工賣 現在尤其是那個中國 阿蘭亞來很多對不對 每個都去雇工 那你知道雇工還有一個什麼 他們把那些做那個賣那個什麼 紀念品的那個啊 那個去年來講 我們給他看的話 那他那個營餘還蠻高的耶 那營餘很高的話 他們故宮一直想辦法 要把那個留在這邊是什麼 等一下我們會講說 各單位在爭取自己的小金庫 那我們是一直堅持說 你這個錢一定要繳到什麼 繳到國庫來啊 因為怎麼樣 這個不是說你特別會賣 或者你特別會賺錢 這個是我們的政策就是 開放中國人來 中國人來這個 而且你那些東西的話 故宮裡面的那個什麼 當然他都是假的啦 都是硬品啊 都是黃帽的 但是他的就是有那些真品 那真品不是你故宮 那是國家的啊 所以說這個是附屬單位 那附屬單位 是我們如果說用機關別 我們可以清楚講說 教育部下面什麼是附屬單位 但是如果說以預算法裡面來講 他是指一部分編入總預算的 這稱為什麼附屬單位啊 那這裡面來講 各位請看一下 附屬單位預算跟特種基金 預算差別在哪裡 特種基金是指全部編入的 就叫做特種基金 他是他不叫做附屬單位 他雖然只是個基金 但他不叫附屬單位 他是叫做什麼 單位預算 那你不管你是公務單位 或者是特種 只要你是一部分編入總預算的話 這種就叫什麼 附屬單位 所以這兩個很多人就搞不清楚這樣子 那再接著的話 就是說單位 單位預算或者是附屬預算 機關別或基金別 再往下再編的 就是什麼 分預算 那這些的話我想 既然我們要探討這個預算的話 我想有一些基本的這些名詞 我們需要了解一下這樣 然後再接著的話 我們再來看這預算的審議 那預算審議的話 我們等一下會講的是 講一些實務上看到的 或什麼 但是我們預算法裡面 有規定說 預算的一些審議的一個項目 這個我們是幾分休息 五十分 五十分喔 好沒關係不好意思 如果說各位有需要上廁所 或什麼你們就自己 或者有電話或是自己離開一下就可以這樣 不好意思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個預算的審議 這個是我們預算法 四十八條到五十三條裡面 規定 我們要進行 這個是法定是規定是說 我們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要審議 要審議一些什麼東西 這個審議不是說 法律一定有一個規範 不是說你知道那 它有一個審議的一些法律的這些程序 第一個當然就是規範就是說 應報告四項 剛才我們有講講說 預算來講是行政單位編的 但是行政單位有什麼樣子 有義務要來什麼樣子 要來立法院報告嘛對不對 那報告的話 你報告要報告些什麼 報告的話就是說 這個可能就是要由行政院長 率同各部會所長 機關所長來進行什麼 施政報告 就報告施政計畫跟稅入稅出 預算的編制過程 因為你如果說沒有講這些的話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我怎麼知道 你這個預算是怎麼產生出來 所以第一步來講 預算的審議的話 我們立法院會要求 這個行政院 而且就是法定規定就是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一定要來做這個報告 那報告的話 就是施政計畫跟稅出稅入的編制過程 這個是第一個報告事項 那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要進行審議 那審議的方法有什麼 有稅出規模 預算益處計畫 績效跟優先刺激 這幾個是 預算法裡面明文規定說 你立法委員在審查的時候 這幾個是你要審查的一個項目 那想查什麼 你的稅出的規模是什麼樣 預算有沒有解決 績效還有優先刺激 這幾個是要審查 那請注意一下 我們這裡的話是 預算法是規定我們要審查是 稅出規模 有沒有規定我們要審查稅入規模 沒有喔 這個 跟大家透露一下 我們這個是不是下午還有一個測驗 有測驗的話 比如說像這個都有可能會問你說 那我們的預算法裡面規定我們的審查的內容有哪些 或者是這個 這個可能就大家要注意一下這個 我們知道說 它是只有規定要稅出 稅出的話是什麼 稅出是行政單位 他自己 他根據他的施政需要什麼施政計畫 他去編的對不對 那稅入呢 我們剛才有沒有跟大家講那個什麼 理財原則 有沒有 我們講說公共理財的話是量出為入 所以是什麼 是稅出我們不要監督 那稅入呢 稅入的話 原則上是你如果說立法監督這個支出是必要的 那至於稅入怎麼去拿到錢 你可以去課稅去舉債 或者是去變賣資產 你都可以去做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沒有說強 預算法沒有強制要去看這個什麼 稅入的規模 我們這個強調說你要看稅出規模 因為我們要控制 是不是剛才有講我們的預算 理財原則的時候 所以我們是重視稅出而不是稅入這樣 那稅入的話 你稅出如果確定要支出 你要怎麼去找這個 財政部長怎麼去找錢 怎麼去找錢 剛才我是不是講的 大概不會有三個 一個是什麼 向人民課稅嘛 第二個是什麼 去借錢嘛 舉債嘛 第三個就是什麼 變賣資產嘛 那這三個來講 為什麼剛才 我有跟大家講講說 我個人比較贊成加稅 一般大家聽到加稅 大家都加稅很環感 但是你如果說跟他講的話 他如果不加稅他一定是幾借 要不然就去賣國有財產嘛 但是我們知道說他的效果是怎麼樣 加稅的話這個負擔是由誰負擔 由現在這一代的人來負擔對不對 就是說比如說現在加稅是我們都要負擔 我們會不會痛 會痛我們就會叫啊 所以政府就比較不敢亂花錢 對不對 那如果說政府的話 他就不給我們加稅 他說沒有關係大家都不用繳稅 但是他怎麼樣 他去舉債 舉債這個錢以後要不要還 要還以後誰還 由下一代的人來還 那下一代的人在哪裡還不知道 他們會不會叫 不會啊不會叫 所以說舉債就是花下一代的人的錢 那第三種是什麼去賣國有財產 國有財產反正賣 那國有財產是誰的錢 是上一代人的錢啊 對不對 那你去把它賣掉是吃上一代人的錢 那上一代人會不會叫 上一代人搞不好也都死掉了 所以說這個政府的支出 他的收入來講大概不過這三個 那一般人都很討厭加稅 其實你會討厭的話你才會叫 你會叫的話政府才會有壓力 你如果說是好那都不要用加速 我們去借錢或者是說去賣變賣資產 尤其現在政府很多如果四年執政 反正你只要你現在不炒就好 反正財產把它賣掉或者是舉債 以後以後的去還 很多的執政者會這樣子來做 所以這是一個觀念問題 所以說我們說這個是稅出規模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議決跟公告 這個就是說 這也是法定的一個 我們知道說 其實我去立法院以後我發覺說 我們以前我在外面看電視看立法院 我覺得立法院好亂喔 整天打打鬧鬧的 吵吵鬧鬧的 但是我去有發覺說 其實是亂中有序啊 你看他在吵鬧 但是其實他們還有他們一套規則 有一些東西你看整天吵鬧鬧 但是有一些就是說它法律有規則 比如說像我們預算我就規定說 我們的預算案的議決跟公佈 應該在會計年度開始前一個月你就要議決了 那你在15日以前要由總統公佈啊 你說立法院在吵鬧鬧 他這個一定要怎麼 要給他完成 因為如果不完成的話 這大概很多政府就會開天窗了 那很多 所以說這個是 但是他可能當時預算法會有這個定這個 也是預期要知道說立法院會吵吵鬧鬧 你們可能會於事無辰會怎麼樣 但是他會怎麼樣 他就說有些東西你們要吵你們就去吵 但是有些東西會有實質影響的 他就把他民運規定說 你預算案的議決一定要在一個月以前議決 那你由總統府來公告 你如果說這個時間做不到 立法院你自己就要去想辦法做各種的補救措施啊 這個是預算審查的這個實現這樣 那附加條件或期限 這個就是我們知道說 預算案來講到後來不是說只有說 你編了那我就全過或全不過這樣子 這個還是有一些限制的話 立法委員立法院可以去提一些附加條件 或者是限期完成或限期改善 就我們的比如說就像我剛才講的 行政院在提這一個什麼 健全財政方案他就是要加稅 那我當立法委員我可不可以說 好啊你要加稅我同意讓你加稅 但是我一個附對的條件 你這個支出的話你要不要檢討 你要在比如說三個月或半六個月裡面 來做一個什麼檢討報告 那這樣才有效啊 要不然如果只有怎麼樣 只有你要加稅我讓你加稅 那你錢隨便亂花就來要人民多繳稅 這樣好不好不好 所以我會要求 那我這一個訴求要怎麼辦 我就可以透過什麼 我可以同意通過你的結議案 但是我加一個附加條件 就是你要怎麼樣要怎麼樣 那這一個附加條件或者是期限的話 這個預算法規定這個 這個就跟我們的預算案有同樣的法律效果 那行政單位就有遵守的義務這樣 那最後的話就是說 我們預算的審查的時候 就是要限制議題跟人數啊 審議的時候 因為就剛才我講的說 其實他亂中有序的話 你看他吵吵鬧鬧 其實有沒有辦法解決 還是有限制 我們的預算審查的話 你可以是說你的議題 你不能說天馬行空 你立法也不能隨便亂講 東扯西扯 從這個什麼 從盤古開天地一直講 講到什麼 那而且你的時間也 人數也有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預算法裡面 也有得限制議題跟人數的這些規範 那這個是 以上是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些相關的名詞部分 那我們現在時間剛好是50分嘛 應該是休息時間 先謝謝大家 那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幾分鐘 10分鐘 好 我們是不是10分鐘 我們在這邊再繼續上課 謝謝 好